大家好,我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太语教研师的田林 我们一起来学习太语语音第23讲 在本讲中呢,我们将学习复合辅音的概念 以及关于RO的特殊发音规则 最后我们将学习关于不发音符号的相关知识 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复合辅音 同学们看一下这两个词 看上去这两个词和我们之前所学的前引字的形式完全没有区别 那么这个词我们可以读作个瓦 这个词我们读作个瓦 但是事实上呢,这样的组合 我们一般来说认为它叫做复合辅音 两个辅音连续发音,中间没有原音的间隔 这是它的一个发音的特征 我们把这两个辅音呢,作为一个辅音因素来进行拼读 发音规律按照第一辅音的规律 比如说这边我们按照高的发音规律来发 这里我们按照靠的发音规律来发 原因和声调符号写在第二辅音上 声调符号或者说有原因的话 我们写在第二辅音,也就是这里的瓦上面 同学们根据这几个规律来看的话 事实上它和前隐字的形式在规律上是没有区别的 唯一的差别在于 前隐字的读法可能会把这个词读做个瓦 个瓦 事实上呢,复合辅音要求把它读成一个音节 寡,垮 也就是说前面的高和口我们不是读一个和相拼的短音 而是和后面的瓦连起来读 请同学们一起跟我试一下 寡,寡,垮,垮 好的 所以说复合辅音和前隐字的形式 其实是非常相近的概念 好,我们看一下复合辅音主要的形式呢 有底下这几种 中辅音 高辅音 低辅音 我们发现它们的组合形式 第二个辅音都是 ro, lo,或者wa 前面的辅音呢 则是有go, do, bo, bo, ko,等等等等 所以说我们应该大致地记一下所有的这些形式 以便区分前隐字以及复合辅音的形式 接下来我们来用实际的例子来读一下这些词 第一个词 go和ro作为复合辅音出现 按go的拼读规则读 原因标在ro上 这个词读作 好,下面是高辅音 按高辅音的拼读规则读 声调和原音标在第二辅音上 clang clang quen quen plad plad plee plee 最后则是第一辅音的例子 整个音节按照第一辅音的发音规则去读 音调和原音标在第二辅音上 c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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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p clap qu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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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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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ng plang pang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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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关于ro的特殊发音的规则 第一点 有些时候与ro相拼的时候 ro只发第一辅音的音 比如说这个词 so和ro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只读第一辅音的音 读成 sang sang 也就是ro是不发音的 或者这个词 我们上一讲中其实讲过 zo ro i ngo 其中 呃 原音写在了ro上面 但实际上ro本身是不发音的 这个词发作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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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类似的词呢 还有这种 so和ro放在一起 只发so的音 这个词读成 s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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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词 so和ro在一起 它只发so的音 这个词读成 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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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 比较多的情况是 sau jong s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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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字母 与ro的组合 可能会有这种 只发第一辅音的音的情况 而ro本身不发音 这些字呢 需要我们自己查字典去确认 好 第二种特殊情况 tau和ro的组合 我们可以发成sau的音 比如这个tau和ro组合 我们发的音是sau的音 这个词我们读成sab s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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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u和ro完全被替换成sau 然后进行拼读就可以了 这个词也是tau和ro被替换成sau 读成song song 同样的tau和ro被替换成sau 这个词读作sag sag sag 好 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况 有时候tau和ro也可以看作是 复合辅音来进行拼读 比如说这个词 前面部分读作 tan 后面部分的读作 tra tra 整个读作 tan tra tan tra 这个词 tau 既做前面这个单词的为辅音 又要做后面这个复合辅音中的一部分 这个词读作 nit nit 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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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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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 我们在朗读之前呢 可以通过查字典来确定 第三种 连续的两个ro的拼写 在没有为辅音的情况下 它发的是an的音 发的是an的音 比如说 so 后面两个ro 这个词 我们把它发成an的音的话 这个词读作 这个词读作 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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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 bo和两个ro相拼 前面读作 ban ban 后面 后面 a ro 读作 tat tat ban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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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音 po和两个ro相拼 前面的部分读作 pan pan 后面部分 so a sah pan sah pan sah 而在有为辅音的情况下呢 两个连续的ro只发一个a的音 和刚才非常的类似 刚才呢是没有没有为辅音的情况下 它发一个an的音 有为辅音的情况下 它只发一个a 步伐最后的一个违辅音的no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so和两个ro相拼 最后有一个po作为违辅音 po作为违辅音的时候读的是bo的音 所以这个词把ro替换成a 这个词读的音就是sab sab 同样的 前面的部分没有变 还是读成sab 而后面po要读一个轻声 s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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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则是ro单读于辅音拼读时 它可以读出on的音 on 比如说 go和ro相拼 直接把ro替换成on 读作 g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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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和ro相拼 直接可以读作 goan goan 这个词 连续的两个ro 有违辅音的情况下 它发一个啊的音 前面的部分读作 gam gam mo 作为前面的违辅音 然后又作为后面的一个 前引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发一个轻音 gam ma 最后两个字母 go和ro 可以发一个 goan的音 gam makon gam makon gam makon 最后 整体这个音节读作 way poan waypoan 好的 关于ro的特殊格式呢 我们希望同学们能够在朗读的时候 先通过查字典确认 因为这个比较难以掌握 好 最后第三点 我们要讲的是 太语中的不发音符号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写法 我们起笔的时候 顺时针画圆 画圆圈 最后撇出去 非常简单 它写在每一个辅音的上面 这个不发音的符号呢 表示带有该符号的字母 不发音 一般来说 这种字母都是放在单词的末尾 比如说 这个词 wan sal wan sal 最后这个ro 上面有一个不发音符号 所以这个最后的这个ro 完全不发音 我们只发前面黄色部分的音就可以 wan sal wan sal 这是礼拜六的意思 同样的 yo 在不发音符号下面 所以这个yo 不发音 前面的部分 我们读作 a zan a zan a zan 这个指的是老师的意思 那么有的时候呢 不发音符号可以引导两个字母 也就是说 前面的一个字母也不发音 比如说这种情况 to和ro都不发音 整个词读作 zan zan 而这个词 do和ro都不发音 我们只读前面的黄色的部分 ro un ro un 好 关于不发音符号的学习呢 也就这些 接下来我们进入拼读练习 首先 这是一个复合符音的例子 go和ro相拼 可以作为一个复合符音出现 我们按照中复音的拼读规则去拼读 原因和字母写在law的上面 这个词读作 glua glua 第二个词 同样的 前面 ko o ngo 读作 kong kong 后面 ko和wo 可以作为一对复合符音来看 或者我们把它当作前引的形式 其实是一样的 ko作为前引字 改变了wo的读音音调 后面本身读成wan 现在要读成 ko清音 wan读成五声 koan koan 只要我们把这个ko的音 不要读得那么清晰 不要读那个清音与阿香片的清音 我们把它读成一个连续的音素 koan koan 这样就可以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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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词是害怕的意思 而这个词是礼物的意思 好 最后一个 po和ro作为复合符音出现 整个词我们读作 p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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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音调没有被改变 还是按照前一个第一词音的音调来读 但是原音写在了第二词音的上面 prick prick 辣椒的意思 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这几个单词 to和ro的组合 我们说可以把它完全等同于so 所以这里我们用so替换这个to和ro 这个读音是so a yo 读作 sai sai 它的意思是沙子的意思 这个单词中 两个ro在没有为复音的情况下 可以读作 an 所以前面的部分读作 ban ban 后面这个部分读作 tat tat 整体我们读作 bantat bantat 它是一行的意思 最后 是关于不发音符号的一个单词 我们看到不发音符号 下面引导的是一个yo的字母 那么说明这个yo并不发音 前面的呢 读作 a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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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的是太阳的意思 好 最后我们用拼读练习来巩固一下今天的学习内容 请同学们自己试着读一下这些单词和句子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 do和ro形成复合复音 整个前面的部分读作 dr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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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d drei nad boh 和ro形成复合复音 前面的部分读成 bra bra 后面则是 chow u mo 轻复音的情况下 低复音与短音相拼 读一声 brachum brachum boh 和ro形成复合复音 bruch bruch no和i 读成 nai brunai brunai 好 koh 和ro形成复合复音 原音是 i 为复音是 do 前面的部分读作 create create 低复音 长远音 卓为复音 整体读作 三声 create 后面的呢 koh 和ro形成复合复音 长远音是 er 为复音是no 整体读作 kloan kloan 连起来读作 create kloan create create kloan poh 和ro形成复合复音 p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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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h 和ro复合复音 p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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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后面这里 两个ro 两个ro单独出现 没有为复音 我们读作 ban 这个部分读作 da banda banda 这个词指的是 全部的意思 同样的 这里面两个ro 有mo的为复音 这个读作 go a mo gam gam mo和后面的组成一个前引的形式 mo读一个单独的轻音 ma go和ro 单独相拼的时候 可以读成一个 go 后面这个字母读作 后面这个单词读作 gamma go gamma go 是我们刚才刚刚见过的单词 banda gamma go banda gamma go pah 和ro的组合 可以读成 so s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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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成 sag sag so go go 读成 sang 整体读作 sag sang sag sang 好 最后两个单词 不发音符号 引导的是ro这个字母 前面读作 wan wan 后面的部分读作 sag go sug wan sug wan sug 这个是周五的意思 最后一个词 不发音符号引导的是to 前面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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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 gum poh a pah poh a mo pan gum pah pan gum pah pan gum pah pan 这个词指的是二月的意思 好 最后我们来学习日常用语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 我会说泰语 蓬 或者禅 男生用的是蓬 女生可以用禅 表示的是说的意思 表示的是语言 加上腰的为复音 这个表示的是 泰国 那么 帕萨泰指的是泰语 最后呢 三声声调符号 表示的是 代 代表示的是 能够做某事 会做某事 所以这句话 我会说泰语 蓬 普 帕萨泰 或者说 这个代放在最后呢 表示能做某事 或者会做某事 好的 泰语语音的课程呢 就到此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大量的练习 在今后的学习中 巩固之前学到的知识 好 本讲的内容就到此结束 再见 Saudit Club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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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